今天聊一下iPad上截屏的技巧 除了前面展示的两种反人类操作 你还可以利用Siri来截屏 嘿Siri 截屏 搞定 嘿Siri 打开辅助触控 好的 可以打开辅助触控 这样是不是方便很多 比较适合手缠挡使用 这个就更简单了 沿屏幕四个角度的一角 往中心一滑就可以了 然后你还可以利用Apple Pencil 在上面进行标注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了 取下Apple Pencil 选个颜色 OK OK 这两个快捷键和苹果电脑的操作 是一样的 最后介绍一下 在网页里结长度的操作 打开阅读器模式 使画面显得更干净些 在网页里截图时 我们可以选择整页 达到长截图的效果 你也可以对画面进行裁切 你也可以选择标记 将整个页面截取下来 避免前面因彩剪不均匀 导致画面不美观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